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優疫情反彈,調整壓力增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前日跌了524點 收報23776點,成交有1280億 今天港股,可以說是比較偏遠 因為自從上星期四突然間一跌之後 又轉為弱勢 其實我放假兩個星期之前 就是差不多一位,即24000以下 曾經衝過上25000至上 但現在又下回到24000 到25000之上,其實只有很短時間 即是只有三、四天的時間 如果收到上高,可能只有一、兩天 在25000之上,可以說是 《狂摩的1.0》那首主題曲 即是到此一游,到此一游便完 完了,現在又要下回 繼續偏淡 今天那些10天、20天、50天的線都穿上 你看得到,都是向下跌 為什麼呢? 其實港股跌,就一直比較偏遠 由上星期開始,又說回這幾件事 離不開這四個因素 第一就是疫情 現在是擔憂疫情 即是二次爆發 第二次爆發 第二件事就是經濟 經濟現在怕沒有V型反彈 第三件事就是放水收水的問題 早前就放了很多 美國,中國都放了一些 近來就 中美,特別是美國 不太放,所以比較差 第四件事就是 中美角力 當然港股受壓 這件事已經是 自2018年中以來 已經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所以大家應該感受很深 好了,講一下這四點 疫情最重要 這個短期的催化劑 搞到環球股市偏遠 今天在亞洲時段 美國道指期貨曾經一度 大跌成九、八點 現在可能跌幅少了些 但也有四、五、八點 講的是什麼呢? 美國疫情內勢洶洶 其實由於他們又說復工 又說示威 搞到很多地方的確診住院人數都創新高 好像佛羅里達州 德克薩斯州 他們這些地方很高 就維持這個 原本是要解封的 另外阿拉巴馬州 連續四天確診人數都創新高 連阿拉斯加州 即是很遠、很偏僻 阿里桑那州 亦都沒有人 沙漠的地方 阿肯息州 小石城 即是以前克林頓做州長的州 加州 佛羅里亞州 北卡來納納州 南卡來納納州 很多州 過去三天的確診病例都創新高 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其實每天有多少人呢? 其實每天確診人數 美國去回兩萬五左右 那些人數 每一天確診人數 所以就不要想著 美國現在解封完 疫情沒有什麼事 其實不是 很多 隨時 即是二次爆發之後 第二次封城都似 就算不封的話 都是有限度的 即是 既然疫情出現了 其實也真的不單是美國 內地也有疫情 即是有第二次爆發的可能 雖然內地的情況 沒有美國那麼嚴重 好像說現在北京 過去幾天都有幾十宗 又說有些賽市場 搞到現在區的書記都被割職 北京都有機會爆發 現在看看能不能破滅 如果不能破滅的話 二次爆發也很嚴重 當然不可以跟美國相比 美國現在很嚴重 巴西那些不用說 其實不要說二次巴西 是第一次來的 它都不停地爆發 它已經去到全球的第二位了 還有哪裏呢 譬如日本、北京 剛才說過 日本、韓國那些 都是比較差的 所以今天 亞洲股市普遍走弱 日韓股市更加下跌了 超過3% 3-4%的跌幅 所以其實現在優緊的疫情 第一點 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點 疫情會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經濟 經濟就沒有辦法V型反彈 沒有辦法V型反彈 其實大家為何對V型反彈 有這麼大的憧憬呢 就是因為美國 其實可能有一個 錯誤的訊息給了大家 特別是什麼呢 特別就是 6月初公佈的5月份 美國失業率 和就業 即是非農業職位的人數 本來預期是大跌幾百萬 平均數是大跌7-800萬 誰知道出了來 是正數 正二百多萬 很厲害 覺得V型反彈 經濟很厲害 接著就立資創新高 衝了上去 但是實際情況 就是因為 其實可能是美國 政府派很多錢 補了很多職位 所以才是搞到 即是很多 好像就立即請很多人 當然 因為大家都想著 新手問政府拿錢 企業也是問政府拿錢 那些工人也是 但是你上班那裏 即是請人 如果你不做 在家裏 當然有失業構制給你 大小的 如果能開工的話 就收入多些 好了 他們為什麼能開工 因為政府那裏 給很多錢出來 例如航空業 很多行業都是 甚至乎聯儲局買到企業債 所以就幫了很多 搞到好像就沒事 有個錯覺 經濟V型反彈 但是現在開始 如果疫情 第二波出現的話 經濟恐慌 都很難是V型的 你最厲害最厲害 都是一個 可能好像一個什麼 一個Nike型的 那個TIC 這樣上去 好了 所以經濟那裏 V型反彈 恐怕沒有 第三點 就是說放水的問題 聯儲局一直都是放水 就是支撐市 誰知道去到上個禮拜 那次 即是資產負債表增加 都是繼續增加 連續第15個禮拜增加 但是增加的額是多少 只有37億 對比總數是多少 是7.17萬億 37億只是0.05%的增幅 即是很少 大家見到它都不是好買 當然就開始審神了 特別你這個 納資創新高 是不是一個訊號 就是納資創新高 它就開始收稅 大家市場在擔心 所以就有些調整 那今日來講 內地都是有些 不是很肯放水的跡象 上週 一就有5千億元的民幣 中期只是太便利 是倒期的 MLF 即是倒期 人民銀行當日按兵不同 就說在6月15日左右 對上次5千億的MLF 做一次性的續期 但是今天 6月15日是今天 今天銀行 只做了多少 2千億元一年期的MLF 這個就是對上次5千億 說了要做 今次今天只是做2千億 即是沒有做3千億 即是沒有放那麼多水出來 沒有放那麼多水出來 一個訊號 內地是這樣 剛才說聯儲局那邊 也是這樣 即是中美都是有些 不是很肯放水的 第三點 所以市場不是很肯去 擔心它會繼續再落 第四點 中美角力那樣東西 說了很久 這個今天不在這裡長說 中美角力是一個長期戰 持久戰 又科技戰又金融戰 最新說到是甚麼 即是連比較夾派的美國裁長 都在說 因為總統叫他 特朗普叫他 就要研究 即是無音 叫無音研究 怎樣控制那些錢 不要那麼經過香港 你想想香港是否在國力之下受到影響 一個中國一個美國 這兩個大國 我們夾在夾縫之間 難免股市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以上四點就搞到港股現在向下了 大家看到這個 跌穿了這個平均線的了 正在落去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第一 補這個裂口 沒什麼怎麼辦 我們的倉 經濟日報有一個 90後的同事 一齊 教訓有一個倉 就建議 開始買一些紅症 這樣 這樣 叫做對沖一下也好 看看是否可以 賺到一些也好 這樣 現在下來可能會去到什麼 先試這個2萬3 這裡有一個上升裂口 估計這個裂口都應該要補 那麼 差的話就是什麼 如果跌穿這裡 大概2萬2千5 這些位置 就真的 又轉回弱勢 因為它這個在這裡 其實在這裡 好像向上波動 但是如果跌穿2萬2千5 就不是向上波動 所以你看著 最重要是看著2萬2千5 現在短期的趨勢肯定是向淡的 那麼 中期來看就看著2萬2千5 如果這個位跌穿 跌穿這個位 就可能要下試 就是這個3月低位 所謂2萬1千1百3十九點 那麼 國企指數呢 今天就剛剛摘戒 上升軌摘戒 那麼 所以很關鍵 未來一兩天 平均線跌穿了 國企指數如果明天再下跌的話 例如去到 穿了這個上升軌 去到9千5都失手的話 那麼你要小心去這個 就是說 近來的低位都會跌穿 所以現在都應該採取這個手勢為主 那麼當然不是說 所有股份都差的 這個你現在 還想找一些股份 好像今天就是一些什麼 就是科網相關的 例如一些手遊股 可能搜紙 很多的股份 那些上升 網譯那些就不要搞它住了 其實可以上市的價格這麼高 是吧 一上市便下跌了 是吧 我覺得 即是比較貴 我怕京東都不一定很好景 因為現在市市的環境這樣 是吧 所以可能比較貴的價錢來上市 好了 那麼 那些股份 那還有什麼呢 這些不是要求大家一定要買 不過,我告訴大家,還有一些好東西 例如,微紋,網上高的那些 SaaS那些,其實做了一些網上高的業務股份 現在備受追捧的 今日仍然曾經升穿過10元 這些股,你看到10天線一路 沿途的紅色,10天線一路頂住 後調整,希望大市跌 回到20天線,大概8元的水平 就是一個吸納的機會 再大跌,其實是50天線 我覺得,如果能到7元,其實是一個好事 回到前浪頂,這些應該有支持 這些或者可以後低吸納 我說是後低吸納,不是叫你高追 我講一個舉例,今天還有一些股比較好 但就不是很全面 很多股份,現在都不是很好 就是基於什麼呢 就是剛才講的四點 第一,怕疫情 疫情之後就會引發第二點 經濟問題 接著就要看著 中美究竟是放水還是收水 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就是中美角力上高 會不會繼續影響到 如果大家都不是平靜一點 有利的股市,如果你們繼續吵架的話 或者再出招的話,就會對港股不利 所以看著以上四點 基本上,我取態都是比較偏遠的 時間關係,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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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